这专体三百六 码头的打管三百六 接着做了一个额视挺身七八 做了一个码头的额视挺身 一千零八 做了一个前进四 所以后一次 下法 澳大利亚选手 斯拉索莱的安马比赛结束 可以说 谁挨着张红刀后面做 是一个落差很大 挺不顾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对比会很明显 对对对 这套他的运率就比较快 要比要比张红刀快很多 而且他应该是 这八名选手里身高是最矮的 所以显着要比其他的选手 显着幅度要小很多 对 他的身高是一米五一 而之前我们看到 这次比安马大象决赛最高的是 一米七八的个子 最好下了 选择 他的身体 是 一米